西施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甚至有人称她为四大美女之首 她知名程度可不是一般美女可以媲美 其实除了西施的美貌之外 其实个人的经历才是真正的令人佩服 可惜世人都留恋于她美丽的外表 而忘记了她却是一个古今往来少有的新女子 西施到底干了什么能成为四大美人之首呢 西施到底有多美 随着近些年来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总算是做出了一些成果 在容貌复原方面找到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技术 我们依据这项技术可以对在考古活动之中 发现的古诗进行容貌复原 效果还不错 于是将目光聚在了四大美女的身上 希望能够用她来目睹传说中的爵士容颜 虽然我们得到的复原图并不是多么美貌 但这毕竟年分隔了太久 况且她为国家奉献的精神与个人魅力值得人纪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